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结束了新加坡大满贯比赛之后呢 我们国拼所有的主力已经暂时飞回国内 好好休息 当然了 这一次的赛事结束并不意味着他们接下来呢 可以好好的去度假去放松身心了 因为很快接下来又有另外一场重要的大赛 要等着他们去出征 那就是韩国仁川的冠军赛 这一次的冠军赛的积分高达1000分 所以对我们的主力而言呢 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他们也将会努力争夺好的成绩 来为自己争夺奥运入场券做好准备 所以这一次的赛事逐渐到来 目前呢 国拼也已经公布了出征本次比赛的八名主力 分别是王楚清 樊振东 马龙 梁静坤 孙颖沙 王曼玉 陈梦 以及王毅迪 那么从这八名主力选手的一个名单来看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大部分都是我们国拼过往的王牌 以及在本次大满贯比赛取得好成绩的一些球员 对比之下目前呢有两大世界冠军呢 则是可以说告别的本次韩国冠军赛 分别是林高远以及陈信彤 这两位球员其实不仅仅是告别了本次韩国赛 无缘去争夺更多的积分 其实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呢 从巴黎奥运会当中被除名了 因为大家非常的清楚 目前我们国拼的竞争格局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 林高远呢排不进前四 王毅啊 陈信彤的排名呢 对比林高远呢要更加糟糕 他们这两位主力球员呢 其实都已经是排除在外了 所以按照目前的形式来看呢 大概率我们国拼的奥运名单呢 也会在这八位选手当中去诞生 现在可能就看到底是陈梦 还是王曼玉能够拿到单打的资格 梁敬坤能不能够在团体赛当中的表现更好一些 后续是否可以取代马龙来拿到这一张关键的门票呢 这也确实非常的关键 需要通过本次人川冠军赛来最终呢 决定谁能够担任主力 当然从目前来看对比这些获得重用的主力球员 其实林高远和陈信同被淘汰被除名的话 也确实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成绩不够争取 刘国梁马林他们也是比较失望比较痛心的 首先是林高远呢 在最近的大满冠比赛中 第一轮呢就惨遭淘汰出局 没有守住我们半区的一个希望 再加上呢在过往几年的比赛当中呢 每次在关键的大赛当中他总是失利 分别输给张本智和或者波尔啊等等一些非常重要的名将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国平教练组而言呢 对于林高远肯定是比较失望 也是比较没有信心的 所以呢像巴黎奥运会这么重要的一个征战任务 基本上是不可能交给他的 加上他本身的选拔积分呢也没有任何的优势 被淘汰是十分正常的 而陈信同作为我们国平的赔练 在最近两年得到了很多的机会 成长确实也比较快 但总体而言他的实力还是排不进前四 对比陈梦或者说王毅迪这些球员呢 陈信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够留下遗憾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目前我们国平呢 这八大主力整体的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我们也有信心他们能够在本次冠军赛 取得好的成绩为奥运会做好准备 至于林高远这两位无援进入 本次比赛名单的球员以及无援参加巴黎奥运会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努力加油 打好自己的比赛 在后续呢也能够去实现更加精彩的人生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